所以不管你玉州屋蓋多久 十年啊 都不能賣 我現在買房子要十年後才交屋啊 十年後 學區房都變婚房 那何施暢說是加速桿底耶 我所謂的加速桿底 應該是跌幅比上半年更大 講清楚嘛 加速桿底讓我以為是很快的下跌 因為坦白想 因為這個法案它設計的 有一個設計的稅制缺陷 跟房地合一稅一樣 就是把籌碼給鎖起來 那而且再加上說 那缺陷是什麼缺陷 就是它有一個 房地合一稅不是有個重稅閉鎖期嗎 那就是你如果在短期持有時間內 把房子賣掉要課徵重稅 所以你通常都要拚五年以上 對 所以大家就把持有時間拉長 那拉長之後 市場上的二手屋中股屋的賣壓就減少 那這個平均地庭條例 它犯的錯誤也一樣 它就是把投資客的籌碼給鎖起來 不能換約 全部都不能賣 紅單啊換約全部都不能賣 那代表說民眾如果 它就鎖到交屋嘛 對 而且是一直鎖 沒有鎖五年這件事是永遠鎖住 哪有永遠 因為你如果沒交屋 如果你工程期拉長到六年以上 現在有新建案 工程期拉到十年 因為他們說他們缺工嘛 找不到工人 所以不管你預收屋蓋多久 十年啊 都不能賣 我現在買房子要十年後才交屋啊 對 那就代表說如果我們民眾 拜託 我小孩本來買房子就是我的小孩 搞不好小孩出生的時候買房子 十年後 學區房都變婚房 對 孩子都要上國中了 搞不好不在這個地方了好不好 他們搞不好要換地方了 對 那你把籌碼鎖起來就代表什麼 民眾以後要買新房子要跟誰買 你在中古屋市場也找不到 在預售市場也買不到 也不能跟投資客買 你就只能跟建商嘛 那建商是吃素的嗎 絕對不是嘛 他不是縮價者 他如果知道你只能跟他買新房子 他看到銷售率 報表的銷售率增加 你覺得他會漲價還是降價 所以就說 結論是到底會不會跌呢 我覺得短空中長度 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法案 短空中長度 對 全新的法案上路之後 大家要去適應 那大家適應的時候 大家要摸索法案 那內容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到 現在大家對於內容 可能都還一知半解 所以等到上路之後 大家普遍知道是什麼 經過那個陣痛期之後 大概半年的陣痛期之後 就會發現狀況不太對 超判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4700 4800 4400